大家好,歡迎來到小雷學堂 今天是第二節課 我是自我介紹一下,我是小雷 然後呢,是前國家羽毛球隊男雙組成員 然後現在是在下面當教練 也是業餘的教練吧,不是專業隊的教練 然後今天第二節課呢,我們說一下雙打的三個意識 我們上一節課說到雙打的三條線 可能大家回去之後會不會對雙打有一些新的理解還是怎麼樣 然後我們今天要說一下雙打的三個意思吧 然後雙打的哪三個意思 好,我接下來先跟大家講一下吧 首先第一個 雙打的第一個意思 雙打的三個意思 然後雙打的三個意思 還不是 雙打的三個意思 雙打的三個意思 來自雙打的三個意思 雙打的三個意思 雙打的三個意思 我先來自雙打的三個意思 第1个 拿球 或者是抓球 什么叫拿球抓球呢 也就是说有球人员要做的东西 他要去拿球 他要去抓球 三条线 上一节课结合上一节课的三条线吧 来说一下 三条线 你要去抓球 一定要抓横线 一定要抓竖线 一定要抓竖线 这三条线 一定要抓竖线 千万不要抓横线 这个是错误的 为什么呢 横线 打个比方 你从这个位置 比如说 从这个位置 打完球 你要去抓对角的这个位置 是不是感觉距离就很远了 对不对 那么如果我们 抓球 如果我们打比方 我们还是一样在这边打完球 对不对 那么 你回来抓这条数线 这条数线 那么 你的同伴 站在这个位置 他会帮你看其他的点 但是这边 这一半 这个这一半区的平球 就完全交给你来做 那你这条数线 不就可以看好了 而且范围很小 又好抓 那同伴就负责补位 就好像我们上一节课说的 我们一定逃位 一定有空档 有空档 我们才可以补位 没有空档 就没有补位 也就是两个人都动不了 没有形成配合或互补的情况 所以说我们 打完球 一定一定不可以去看横线 你看横线 你的同伴 等于说 他是没有 他是没有空档 他你们你这样跑起来 他其实是没有空档的 对不对 所以没有空档的话 他同伴怎么去补 他补不了 是不是 你们很多人也会跟我说 他补后场 后场是空档 不 后场 这个时候 他不叫空档 这是他应该要做的位置 后场不是空档 一定要理解 你在往前 后场是叫空档 其实不叫 其实是你同伴搭档 要应该做的职责 空档就是你跑位 跑出来之后 遗留的空位 才叫做空档 千万不要说 前场空档 后场空档 其实不是这样理解的 其实这个是一个职责的区分 不是叫不能用 不能称之为空档 好 来 我们说一下 我们说一下 第二个 意识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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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回直者位 什么意思 我们打球 当我们刚刚讲的啊 第一个拿球 第二个回味 达了比方 这个同学 站在前方的时候 他是不是在拿球 那里这个同伴 是不是已经在补位了 啊 已经在补位了 所以说他在拿球的时候 当球脱离他的范围 也就是说他从有球人员 变成无球人员的时候 这个时候一定一定 要回动或回味 或者是回直者位 什么意思 就是回味打比方 他已经在往前 上去抢网 对不对 他离网离得很近 这个时候 他不可能抢完网 好 当对手挑起来之后 或者是对手过他的能 之后 他离网离还是很近 他不可能站在那边等吧 对不对 他不可能离网离得很近 所以说 他这个时候 是不是要回味 回到直者位 他这个时候打个比方 对手挑起来 对不对 对手挑起来 这位同伴往这边移动 他这个时候 这位同学 就要回他的职责位 他应该要封网吧 那这位同伴 这个时候 就是从这边移过来的 这个时候 变成他思维有球人员 这个时候 他思维有球人员 他这个时候叫回味 回他职责的位置 没有没有 这个第二意思回味 好 第三个意思 保护 来 在我们接下来从刚刚那个位置讲 他回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对不对 这个时候 后场的同学 就变成有球人员了 是不是 他变成有球人员的时候 无球人员 应该是叫保护了 他要保护对手的平抽球 他要保护对手的一些挡网球 一些这个区域的 他应该做的职责 就这个区域的 这个区域的 一个职责 他应该保护这个区域 这样的话 你们应该看清楚吧 这个区域 他这时候就保护 那么 其实 这三个意思 其实这三个意思 大家记住好 是两个人同时要拥有的 三个意思 谁都不能丢 而且这三个意思一定是循环 这三个意思一定一定是循环 什么意思 然后给大家解释一下 拿球 这位同学拿球 拿完球之后 他在保护 第三个意思 对不对 他是属于第三个意思 他所谓第一个意思 好 这个时候 变成你的同伴 或者是你的搭档 在拿球 他 变成是第一个意思 拿球 抓球 或者是抓球 都可以 你这位同伴 是不是变成无球人员 无球人员 应该怎么样 他已经讲了 他已经讲了 回位 回职责位 回你当时要干什么 的位置 然后这个时候 回位的时候 他是不是同时是第三个意思 保护 保护谁 保护他 保护他的一些这些空档 那么后场这个 他的同伴的职责 他就很放心的 可以把往前交给你了 那么后场 这个区域 不就是他可以放心的去走 或者是中半场 这两个队 都可以打 是不是 所以今天说的三个意思 一定一定是循环播放 拿球回位 保护 拿球回位 保护 保护 拿球回位 都可以 你们从任何一个起点开始 都是按这个顺序 一直在三个意思 重复意思 好 那么我接下来再说详细一点 好 我们举几个例子 我们一般情况下 应该怎么样去拿球 怎么样去保护 好 应该做怎么样的跑位 才顺畅 OK 今天课程会比较多 所以我要稍微看一下 OK 来 来 我们说一下 首先说一下 发结巴 很关键 第一个环节 发球 好 打个比方 我们现在是 发球人员 我们现在是下面的红色球员 发球人员 OK 好 发球人员 我们有三种情况 发完球 第一个被推 被推 对不对 对 第二个情况 被抹 抹到中路 或者是抹到中路 都有可能 好 第三个 放往 对手 放往 放往 对手 的出球 总共是 推 抹 放 这三种球 无非 那无非就是中路 斜线 直线 这样子 那么 对手在打这三个球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拿球 应该怎样去保护 有些话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今天有个前提 因为很多时候 今天上节课我们讲完 很多人问我说 哎我同伴有一些球 他做不到这样子 他有些球能力太差 他做不到一些 一些跑位啊 或是不到一些 呃 什么样就是 做不到一些球路的出球啊 陷入 其实我们今天讲的前提 一定要有前提 双方球员水平差不多 啊 你跟 就是一个业余的 两个业余的跟两个专业的打 其实这也写 这个是没有可奖性的 因为对手出球 真的是无限可能 那你双方水平差不多的情况下 对手能做到 你应该也能跑到 你能出球 对手也应该可以跑到 啊 所以我们双方水平条件啊 是差不多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前提才能成立 OK 啊 收一下 打 先说追求哈 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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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个底线 首先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上节课也有说到 我们打球没有一定 只有对应 记住 这句话非常重要 一定 没有一定 很多时候说 哎 教练什么球最好 没有 你能打得出这球 对手一定也能对应 同样道理 我们今天讲的也是一样 啊 打个女方 你放完球 放完球对手 哇 推两个底线 但你不知道他推哪里 对不对 没有问题 这个时候 后场的人 是不是就是有球人员 一个意思 拿球 抓球 他来 打比方 他 来接追球 啊 你往前的人 不是站在那边啊 回头 回头看 看他打 也不可以回头啊 这个大家都知道很危险啊 也不可能说 我放完球 趴在趴在很底下 然后后场 跟打单打一样 我不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 这个时候 他的职责是什么 啊 打个女方 他 如果是 回抽球 这位同学啊 后场人员 无球人员 是回抽 抽球 记住 抽球 这位同学 可以 回动一点点 回动一点点 来保护他的对角区 啊 回动 举拍 举在这里 这个位置 保护他的对角线路 而这位同学 抽完球 抽球的话 跟进一点点 跟进一点点 这个时候 两个人 不就一人半区 可以形成双压的感觉 啊 双压啊 双压 这个双 双打的双 压球的压 双压 两个人都可以压着一条线 压着这边打 啊 回动 回球 对不对 啊 然后如果 这个时候他回动了 是不是 他是第二意识 他也是第三意识 保护这个区域 那么这个时候 对手出对角球 从这个位置 出到对角 他就在拿球 而他呢 该干嘛 一样的 一样的 他这个时候 职责是什么 你们两个都要压着对手 职责 他就不可能他退到后场了吧 对不对 他还是一样站在原位 他的职责 回位 保护 回位 记住一定不是说 我一定要跑动啊 一定要跑动啊 叫做回位 不是的回位 可能是你也可以原地的准备 你当时站着很好的 好的位置 你就不用再动了 啊 你不要乱跑 你当时站到你应该站的位置 就也可以原地 起动一下 准备 然后这个时候 他就是拿球人员了 你要保护哪里 保护这个区域 啊 同样的道理 啊 我们说一下对角 对对角球 来 他推对角球 其实推球的话 推球比较不容易拿到 因为他球速太快 你放完球 这种球 除非你真的是能抓到这种 可以可以打到球啊 除非你有意识的 放完球 往后推到这个位置 可以抓到 要不然一般的情况下 让给你的后半场的人员 啊 好 来我们说要对角先入 他已经从这里过来了 好 同样的 他还是一样打抽球 打到这个位置 啊 还是一样 抽球啊 抽球技术 我们现在以抽球为举例哈 抽球 跟刚刚一样 只不过相反 好像 哎 回到这个位置 哎 更近一点点 不就是接我们刚刚所说的吧 是不是其实一样的 发现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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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 只要是后场的人抽球 对不对 稍微 往后更一点点 但是呢 好 我这边有点没有画好 不用退这么厚 不用退到这个位置 只要退到贴的中线 这个位置 就可以了 这样退到这个位置 这样退到这个位置 离往前还是挺近哦 是不是 因为后场同学抽球 其实这里是一个空打 啊 你不用退太后 退太后变成是整个前场都空掉了 啊 同样的道理 这边也是一样 站在前面 能 上去 稍微补一下 因为他跟进 这拍还是距离很远 啊 同样的啊 那么很多人说 哎呀 教练对手挑对角怎么办 是不是 可能也会问上这个问题啊 这个是一个大功能哦 对对手挑对角怎么办 记住 对手 不是万能的 对手 不是万能的 记住 你这球 抽球质量要OK 对手 能从这位置打到大对角 底线 从这个位置打到这里 这个有点困难吧 对不对 那何况是他的反拍 能弹到大对角这个位置 那我们跟他结合一下前面的前提 对手能反拍 拉大对角 你 相应的水平一定也能从这个位置 从这里 移到这里 一定是可以的 你放心 水平是相定相对的 啊 所以说OK 这是两个抽球 我们应该做的一个跑位跟补位啊 三个意思 记住 来 接下来说一下另一种可能 等 来 某球 最常见的 你能不能 啊 他是推球啊 不是抹球 他是推球对不对 好 我们他是说反抽的情况下 应该做的啊 然后呢 我们现在说一下挡网 很多人说哎呀 我在后场 对手推的太平了 对手推的太平了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去抽球 因为击球点太厚了 击球点太厚了 击球点太厚了 怎么办 那我只能挡网啊 对不对 好 记住 这个 这个同学哈 我们等一下再讲揭发球 这个同学只要推球 你挡网 一定 不要挡在他回头的位置 一定不可以挡在他回头的位置 记住一定一定不可以 你的挡网出球 要稍微摆脱一下 摆脱到中路啊 或者是对角啊 不要大对角 因为大对角要求太高了 有时候击球点不够不够 啊 稍微挡一下 摆脱他一下啊 稍微拨一下就好了 两边拨一下 不要乏力 其实拍面拿好 拨一下就可以了 啊 拨到这两个位置 好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他挡网了 他 在干什么 跟进 后场的人 挡网 挡这个位置 要跟进这个位置 挡斜线 要跟进斜线 来保护往前的 来保护往前的 对手的放网球 因为你挡网 啊 质量好一样啊 前提到质量要好啊 挡网挡的跟天一样高 谁都没有办法 对不对 好 挡网 对手很有可能上来放网 是不是 很有可能上来抢网 你这个时候 在对手还没有出球之前 你就要跟进一点对手压力 对手看到你跟进 他出手也会有压力 所以说一定要在他出手之前 我们去跟一步啊 不是叫你说完全贴上去往前 不可能的 只要跟一步 把拍举在前面 跟一步注意他放网 尽力集中点 注意他放网 准备继续上去 继续抢网 那 这个时候 如果对手放网 如果对手是放网 OK 对手在这里 或者是这个位置 来放网 对不对 你他变成第一意思 拿球 这同学 这同学 该干嘛 回位 回哪里 看看 回这里 回到他身后 兼具保持好 回他身后 为什么 对手也有可能抹球抹身后 上来抹一下 那抹了 时候球是到中半场了 他这个时候就可以去谱了 他可以这个时候去谱了 看到没有 好 这个就是什么 保护 知道吗 我这个回合不讲太多啊 因为这个循环会一直进行下去 所以我今天回合就讲三四拍就好 好 保护 这个就是第三个意思 对不对 然后 回来 如果 同样的道理 如果 这同学 继续挡我 你还是要再往前 再 跟影响 他在触球人员 他如果对手打到抹球 对不对 他是变为触球人员 对不对 这个时候记住 第二意思是什么 回味 很多人做不到这点 很多人做不到这点 特别是这种球 有一个人上去放网 然后对手抹了一个过人球 明明是后档的人打 但是他还是站贴网贴的很近 你说你下一拍 你去哪里找球 你找不到球 你范围就这么一点点 你贴的越往 贴的越近 对不对 你范围越小 其实 你稍微这个时候应该怎么样 回味 回到来 回过来一点 回一步就够 回一步就好 回跳一下 回一步就好 然后呢 你看意思 保护 还是一样 保护 啊 来 这是对手抹两边的时候 啊 这不是不是对手 这是对手推球 有我们后场人员挡网的时候 啊 来稍微说一下 今天课会比较多哈 不好意思 我还稍微讲快一点 来 来 对手放我 ok 第三个可能 啊 对手接发球的三个可能哈 第三个可能 对手放我 对手放我 放我 啊 或者是拱对角 啊 这个位置 这三个点吧 啊 等久 OK 放球 跟进之后 对不对 对手放上球 啊 啊 你放球对手放我 跟进 这位同学就要跟进拿球啦 要跟进拿球啦 对不对 啊 同案的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还是你刚刚其实这样 说起来 就是我们从从刚刚上一点 好 你在上网的时候 你的同伴应该怎么样 还是一样 他其实站位 稍微往前靠一点一点 回位 回到他该职责的位置 保护 哪个区域 两个钟慢查 给他两个后底线 啊 当然了 你这个同伴上去 你不能 哇 啪 出了一个这么高的球 你后场这个人 那个 蔡云来 富海峰来 都不知道 这么高的球 不可能的 是不是 所以这个时候 他只要再上去 抢往的时候 质量 要OK 好 不是说太好 OK就好 不要让对手直接扑死的球 一切都有可能 所以 他后场一定要 一定要保护 保护 啊 然后再反过来讲 如果对手 如果对手推球了 怎么办 刚刚讲过了 要回来一点 回位 保护哪里 还是一样 保护 他出球 出什么球 他应该保护哪里 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 抽球 应该保护哪里 挡网应该保护哪里 啊 当然挑球了 那我们就防守了 这个是自肯定的 OK 好 防守的跑位 等一下讲一下 所以 我们 对手揭发的三个可能 大家清楚了没有 啊 推球 抹球 还有对手放王 其实三个可能 其实你这样 给你们画出来 里面就很清楚 发现没有 没有 双方 两个人 没有一个人是站着不动的 一个动 另外一个一定要动 没有说两个人就站死死的 就固定为止 这样一直站到这个球结束 啊 太不切实际了 对不对 啊 所以打这种 三个意识 这三个意识 目的就是让你们 一直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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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下来干嘛 我接下来干嘛 我该去哪里 好 然后我在拿球的时候 哎我当当该干嘛 他去哪里 是不是 跑错 没关系 跑错没关系 啊没有说你们一定要 一定要马上跑对 没有关系 啊 但是慢慢慢慢慢慢 加上你们下场之后 讨论一下 啊 今天给你们讲一下 这个跑位 你们下场讨论一下 哎我刚刚那个球这样跑对吗 你同伴舒不舒服 这个时候 你们慢慢慢慢 两个搭纳 就会形成默契了 这三个意识 给他固定好 这三个一直给他固定好 啊 你们两个人就为厂商 一直动 一直动 就基本上 两个人是活起来的 而不是战死死的 啊 你们肯定有看过 一个人在拼你 滴滴巴巴滴滴巴巴巴 一直在打 另外一个人站在往前 看他表演 啊 很精彩 这一点都不精彩 其实啊 来 我们说一下 揭发球 OK 来 我换一下啊 这个人 发球 好 揭发球 一样的 也有推球 抹球 便放我 对不对 好 首先第一个 推球 一样的 推球 啊 推完球 他应该去哪里 推直线 看回头 一般情况下 还有一个 我刚刚讲了哈 打球是对应的 对应的 不是一定哈 打直线推直线 一定不是对角的对手 不是一定的 你就能回到你手上了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时候 这位搭档呢 他在拿球了 他在抓球了 一般有看过 打球打完球 回头 抓这种球 这个时候 他应该 回直车位 保护 一样的 往前 稍微 站原地也可以 你要感觉 对手 没有办法 已经很被动了 这个时候 往前站一点 往前N一步 也可以把拍举起来 防止对手什么 防止对手 打一个小对角 或者是勾一个对角 勾一个走路 这个就是你自己要去保护 这个统帮要去保护的 明白没有 他 我刚刚讲了 看 抓球要抓什么 抓束线 他就抓这两线 他抓 他抓哪哪哪哪哪哪线 他抓中线 边线 对不对 这个时候 其实你们两个 都是准备好好的 还有一个 很多人说 对手 对手 弹底线 他会弹到货场 哇 这个球 他会弹到后面来 是不是 这我刚刚讲的 其实我们打球 观察一下 对手手上实力 很有力 很好 他能 就是发力很好的对手 你们跟进 不要这么快 我刚刚讲了 有两种可能 你们可以跟一步 第二种可能是什么 你们可以站原地 你们可以站原地 但是你们意识一定要保护好 保护好 这两点 可能对手 出球质量好 你大不了上去 挑起来 重新防守就好 反正 这个空档 是能保护得到 那么这个空档 是有可能打到的 对手手上实力 拉一个后场 过他的人 对不对 他 过人球 要高嘛 对不对 所以平球到他看 过人球 后场的人看 这个时候 这位同学 要移动过来一下 后场球 能移动过来 啊 那么这位同学 就应该干嘛 他已经是拿球了 他这个时候是第一次了 他第二次是干嘛 该干嘛 对手挑起来 他要干嘛 回职责位 职责是什么 职责是封网 保护 对不对 这个时候不管啊 先不管 他打什么球 反正对手挑起来 你的职责是什么 他后场啊 你的同伴 你往前的人的职责是什么 一定是 封网 保护往前 如果他在打高球 还给他 这个时候 再来变成防守 还是一样老化 两个人是一直动 一直动 一直动 很多人也是 也是我看过人 哇 后对手打了一个高球给他 这哥们还站在这 这个水尖 那这这一片水尖 这边他自己打个高球 然后杀上网 高球上网 跟打单打一样 那不就一人打半场吗 那还叫双打吗 那哪叫双打 对不对 所以你不管这个往前的同伴 你不管他后场能打什么球 打什么球 你一定要先上一下 等到他出球之后 他打高球之后 你再回来 就一直要这样动 一直要动 知道吗 你也是一样 后场的同学也是一样 打高球 打高一点 那你同伴意识到 这个时候是该防守 你不要打那个半高不高 不好意思对手不用跳 再来一下就到了 你同伴你也动不了 对不对 这种质量太差 这打高球 你也是要回位 变成防守位 那进攻那就是前后站位 这个肯定不用讲 OK 这是我们推球 建发推球的一个可能 一个站位 同样的 这边道理是一样的 推对角 来说一下推对角 好 大家说推直线 对不对 现在说推对角 推对角 好 一定 前提啊 要说一下哦 跟同伴说一下 哎 我真喜欢推对角 再说一次 推完对角 好 跟他说完哦 我这球推对角 不是说只说一句哈 我这球推对角之后 我要跟进 还是不跟进 两个 两个方法 第一个 推对角 你要跟过来 你跟过来的时候 同伴 往前一点 因为对角 对手也是有可能稍微勾一下的勾到你的回头球勾到你这个接化人的回头球这个时候他去抓球了对不对但是他没有抓到他应该保护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没办法一定要 因为他去抓球了 啊 而且他你这位同学从这个位置跑过来的时候 啊 从这个位置跑过来他是看过来要看这条输线 而不是说他要看这条红线啊 不要误会哦 他过来是看要看对手的出直线球的 对不对啊 那这个时候 他要上去付 部位 啊 这是一种你推完球 要跟进的 这就是为什么要说啊 再来 要不然 你们两个都重复站在 没有说你们两个都重复站在一个区域 那这个区域 基本上就空了 没有人了 也没有办法保护 啊 来说一下啊 不跟 还有点情况啊 不跟 同样啊 同样啊 对手 推完 你推完球 对手 很有可能直接拐对角 对不对 推完球 你想说哎 我站 推完球你想说我站这位置 但是你要跟同伴讲 你不动哦 那你同伴就有意思的 有意思的 一样的把这个区域看好 把这个区域看好 或者是把这个区域看好 在哪个区域 那你这个球 我刚讲了 对手这种弹打对角 是不是基本上零可能 基本上这个陷入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点就去掉了 这个点是没有的 那同伴这边 就这个三个点哦 对不对 一个点两个点三个点 是不是 其实通常打 弹弹起来挑起来 对手挑起来 是有时间的 没问题 主要是怕这个往前 还有这个对手的回答直线 过人球 不想直线 可能也是抽 抽回来也可以啊 对不对 那你这个球 他打完 他的这个球应该拿回头 对不对 好这个时候 同伴出来了 你打个比方 同伴出来了 或者是同伴上去了 他是不是在拿球 他抓球 你这位同学 就不能还是站在往前了 知道吗 你上来这位同伴上去 拿球拿上去 继续抢往 或者是 挑起来 挑起来就回防守位 挑起来两个人 就同时退下来 两个人同时退下来 回防守位 那你上去抢往的话 这同伴就要代替他的位置 稍微退一点点 保护 回动 保护 这位同伴 还是继续拿你的球 那还是一样 如果你的同伴 是过来 打这个球 他还记得我们刚刚讲的 啊 第三拍 对手退球 就刚刚讲了 你同伴 你抽球 他要干嘛 看对角 刚刚讲了 他抽球 他要看对角 对不对 他这个球 挡往 挡直线 或者挡哪里 挡往 你这个同伴干嘛 他挡哪里 要跟进哪里 他挡哪里 要跟进哪里 这样讲 就大概明白了没有 两个人 一直在动 一直在动 好 再来 好 说一下抹球 说一下抹球 抹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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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或者是抹中路 都可以 这是OK的 这个线路都可以 抹球 该怎么办 抹直线 抹直线 看 你要 你要 要跟同伴讲 你要 看 回头 还是 你要看 对手 对角球 一样的道理 去抓球 抓球 你这个揭发球之前 一定要告诉同伴 你要干什么 不要两个人嘴巴闭着 闭着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里面打的是原份球吗 不可能吧 是不是 所以 抓球 抓 他抓直线 他抓这条束线 他该怎么办 跟他讲过了 保护 回位 回动 就原地回动一下 保护 啊 为什么 这球不跟进呢 为什么这球不跟进 因为 抹球 出球是软的 不像推球 他出球是发力的 发力的球 比较 难弹后场 但抹球 对手 还是有可能 去弹后场 所以这个人不要跟那么快 不要那么跟那么快 一般情况下 不要跟那么快 稍微站 还是站原地 这个位置 还是站这个位置 稍微原地 保持动 就可以了 保护 保护 啊 那么 其实后场这个人 来 后场这个人 其实他就是 揭发球的人 是在拿球 对不对 对不对 保护回动 回位 其实基本上 就在这个范围去移动 没有太大的范围 直到两个人 有跑起来之后 我们才可以 哦 大范围的去跑 好 来 抹中路 一样的 你要告诉同伴 你要跑这里 还是跑哪里 就是抹三个点 都是一样的 你要抹 抹斜线 你要跟进 同伴他自然而然 就会帮你 保护 这个位置 啊 你要抹 你要如果抹对角 不跟进 那你同伴自然而然 也是会帮你保护这个位置 啊 这个要看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去沟通 去这个战术运用去沟通 好 这三个抹球 抹球 其实还好 抹球就是抹完球技术 有个要点 抹球质量 就是这样 不要求说好 我一直要打死他 我就是这样 你只要平 就是保持这样子飞行过程 就可以了 不要直接下来 不可能 除非对手发球太高 好 那另外讲这样 铁鹏是平下去 抹完球 记住 一定一定 抹完球 记住 一定一定 抹完 举拍 不要抹完球 这样站着 这种打倒带 不骗你们 抹完球 举拍 抹完球 举拍 打完球 举拍 无论无论 举拍举拍举拍 来说一下放我 说一下放我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跟钩对角 啊 你要放我就要跟进 你要放我就要跟进 好 这个句 这句话啊 你要放往前 这个球你要揭发 你放一个我 你不能占原地啊 那对手反放怎么办 难道你要上去挑吗 是不是 就是你既然放我了就代表 你要跟他对抢了 所以你放完我 就要跟着球上去 举个拍子 跟着球上去 准备对手反放我 一般来讲 放哪个位置 跟哪个位置 这个就没有说像刚才那样子啊 不动 没有的 因为放往前 对手 可以钩对角 因为他出球 时间还是会有的 所以放哪里 跟哪里 放这个位置 就这三条线路 你要放直线 你就要跟直线 你要放中路 就要跟中路 放对角 坡对角 你就要跟对角 那同样的 这位同伴呢 是不是 稍微往前 跟一点点点 跟上中场 就是场地的正中央的位置 就不是在这个中间偏后的位置 场地正中央的位置 位置 为了防止他这种过人球 过到这个位置 就这个区域的 这个球 防止他过人 对手可能上来拨一下 往前人贴的很近 这种球很难拿 对不对 这种球过人了怎么办 交给后场的这位同伴 我有见过 我有见过 往前这个人在放我 站在这 站在这里 距离那么远 他就后场 看 看表演 对手一抹就 哎呀 死掉 不可能 间距太大 间距太大 所以跟进 跟进一点点 保护 啊 当然你放往不能也是一样 跟刚才讲 你放放放放的跟天一样 搞别人上来 对啊 打死这个人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不对 当然 你放往对手挑起来 对手挑起来 你这个时候后退 还是有时间 只要是挑球 对手一定是有时间的 啊 所以你要求你这位同伴 放往是放了质量 不可以让对手推球 记住 你可以让对手抹球 但不可以让对手推球 推球是很致命的 推球这种球数太快了 你后场这个同伴如果 没有受过一定的水平啊 没有一定的水平 推球 特别难解 比挑球还难解 你挑球 起码可以再拉一个高球回 还给他重新防守 你推球这个球很难受 所以你放往质量 一定不可以让对手推球 啊 那么同样的对手 之后抹起来之后 好 这个球 这同伴已经跟过来了 对不对 好这个时候 这个同伴肯定不能再往前了嘛 是不是 这个时候 这个同伴就要往这里回动 回位 直车位 他已经代替你打掉中漫场了 他在往前走 他在往前走 你的同伴这个时候 打完过人球 就直接往对角移 移到这里 移到这里 移到这个位置 移到这里 移到这里 移到没有 啊 不用不可能 也不要求你们一下移到这里吧 不可能的吧 是不是 他打完球 他这个放往 啊 看他挑球 挑球 你们就两个人一起回来防守 对不对 他要推对角 他打对角 你们就一样 两个人 从这个位置 往后移 一样去抓一下 去抓一下 你看这条线 他看两条线 对不对 好 再来 他如果是 他如果是继续主动球啊 这种球可以主动啊 过人 然后赏人 他一个 摸对角 但是还是还球还质量还可以 怎么办 这个时候他就跟进了 他去拿球 他要干嘛 充当他之前的职责啊 回动 啊 这个位置 保护 三个三个椅子 大家明白没有啊 ok 好 今天啊 我们 这个发接发 发球接发球的三个意思 发球接发球的三个意思 好 就说到这里 好 下面我来解答一下哈 那个 之前有一些 网友们啊 给我问的问题 比较经典的一些问题 好 稍微看一下 有人说 教练啊 哇 对手 发球 对手 对手发球 发了一个这个 这种球 好难接啊 他说好难接啊 腰都被他压断了 怎么办 对手 记住 业余的 其实有一点不好 就是什么 你有时候发球 这样才发的 都过 全部了再发 而且发的巨评 没有没有裁判判 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 不像我就是我们训练就是大家就比较 比较 就稍微正规一点吧 稍微发球 对 就拿到这边就不要太划 你不要这样发就可以了 这个人去接这种球好难受 怎么办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观察一下对手 他很喜欢这种 发这种球 要嘛 第一种方法 举手 发球的时候 举手 他一发你就举手 这允许的 但不能用太空词 稍微小诀窍一下 发球的时候 举手 这个球可以重发 第二个 你的站位稍微偏过来一点点 稍微偏过来一点点 因为怎么样 如果你站的太外面 这种球 这种球其实很难打 对 其实很难打 是不是 所以说你稍微站过来一点 稍微偏发球线 中间的发球线一点点 这种球就直接可以后腿下打 如果他发平的 你甚至可以直接就原地拦截 或者是跳一步拦截都可以 有对应的方法 一定是有对应的方法 知道吗 我刚刚讲过了 就是说打球没有一定 只有对应 好 第一个 第一个问题 要稍微简单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好好 这个问题很经典 来混装 混装 好 女同伴 这是女同伴 这是女同伴 这是男同伴 男同伴在后场发球 发球 对手推球 推直线哦 这个球到底 他该不该接 女同伴该不该接 好 我来想一下 我跟你讲一下 跟你讲一下 这种球 女同伴很难接 球速太快 因为你同伴很难混双发球 男同伴在后面接 在发球的时候 是不是 对手已经跟他 已经跟对手 牵很近了 他还能再拿推球吗 球速太快 不可能 除非他站在这里 他站在这里 那站在这里 又不切实际啊 往前随看啊 是不是又在感觉 离得太远了 对不对 往前如果对手 你一发球对手放往里上去 都是在下手 要不是白打 所以说 第一个 然同伴 你要观察对手 他很喜欢推球 你的发球 就不要站那么前面 要发球 适当的往后 站一点点 嘛